其實我覺得戀愛腦女生很恐怖 現在網路交友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跟她聊幾句 你還沒有見到她之前 你就已經決定 你要喜歡這個人了 喜歡像是一個開關喔 就是我決定我要喜歡你 而不是像我們以前慢慢交往 那個喜歡是越來越多 然後循序漸進的 Titi認識一個半月 那也就結婚了 是 怎麼會那麼快速就冷卻 我覺得就是 剛才凱瑟琳說的 就是有婚姻之中 最怕就是言語暴力 對 然後就是各個就是 你做什麼事情 他都看你不順眼 都可以挑剔你 比如說你打掃家裡 他說你只會打掃家裡 你還會幹嘛 然後會在朋友的面前羞辱你 就什麼都看你不順眼 然後可能就會說 可是他娶你就是愛你 那為什麼要接受 一開始啊 可是後來你當進入了婚姻之後 你有孩子出來了 他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他也 他還是想要玩 因為他是射手座 還是想要玩 對 還是想要玩 他覺得外面花花草草 硬硬硬硬硬還是很多 他就變成被我跟小孩子綁住了 做什麼事情都要帶著我們 然後甚至錢的部分 要家裡嘛 小孩子支出費用 其實很大 很可怕耶 對啊 所以變這樣子的狀態之下 他就開始會有反彈 他就開始會挑剔你 甚至於就叫你說 你都回台灣 然後什麼都叫你 就是分開 然後就想說小孩子在台灣 就是教養什麼比較好 台灣什麼環境都各方面 太適合小孩子了 你留在那邊陪他 然後他就變得很少回來 然後都會出去 然後你找不到他 那如果說重來的話 那個愛情你會那麼短 就嫁給一個人嗎 我不會 我到現在我連戀愛都不敢 為什麼 完全不敢 其實我從就是 在談離婚這段過程上 其實我的追求者是非常的多 但我都不敢 其實像Kitty是獅子座 像我們聊天 他第一眼印象就很獅子 那剛剛我們歸類 怎麼很獅子 獅子啊 獅子女生就 我們剛剛把獅子跟射手 都歸類猛蟲 你看兩隻猛蟲在一起 沒有人疼你們 就兩隻寵物 玩得很開心 突然間要面對成熟的現實時 就會有點無法附和 所以要找神明戀愛 好啦 像摩羯跟處女 接下來 對 神明型的 雙女弱就適合 那你說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也追求你 但你不追求 對 就是追求 就是真的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先講一個 就是我朋友的表弟 他就是這段時間 大概喜歡我一年多 然後一直跟我的朋友講說 你可以約Kitty出來嗎 然後我就是覺得說 要嗎 要 就是我就會顧慮到說 我們還有小孩子 這個時候小孩正在成長 你要戀愛嗎 就覺得也不妥 然後我朋友說 你就跟我表弟認識看看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說好 那先決條件之下 是我朋友要在 因為我不想跟那個男生獨處 因為我覺得說 你給男生獨處的機會 男生會覺得自己很有機會 然後就出去了幾次之後 我覺得這個男生就是 有點太過直接 他就跟我講說 你願意跟我交往 我可以幫你照顧小孩 的確當下聽起來是覺得 會很暖心 因為畢竟這時候 我們其實還滿脆弱 是希望有一個人 可以幫我們照顧小孩 可是這個男生就是很奇怪 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跟他兩次 之前兩次吃飯 都說他表哥在 第三次是我生日了 他跟我講說要請我吃飯 然後我想說 可能或許該給他一個機會 然後就是獨處了 好 那天約 原本是六點吃飯 結果六點 快要到六點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他有會議 所以必須要延到六點半 然後我就想說好 然後我就想說六點半到 沒想到我在路上的時候 六點十五分 他就傳訊息跟我講說 他到了 然後我就說我在路上 不到五分鐘他打給我 他就說你在哪裡 我想說不就是在路上 而且也還不到六點半啊 然後一直到了六點二十分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給我說 你到哪裡了 然後我想說我已經在門口了 我要進去了 然後一到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 就講話就是我就問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態度給我感覺是 他好像有點像潘安在世 覺得自己很帥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這段時間有戀愛嗎 他說當然有啊 很多女生都喜歡 我自己都會送上門啊 然後他說 你就是我第一個主動要追求 可是你很難追之類的 我就覺得話其實沒有到 那麼的投機了 然後在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直要趕時間要趕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 因為我等一下八點有約 你跟人家約六點半吃飯 你還約八點 然後就一直趕時間 我就覺得很糟糕 對他印象就大打折扣了 然後又過了幾天之後 他又突然打給我 跟我講說 你比如說十月幾號有空嗎 我就說怎麼了 他講說我生日 然後你去訂餐廳 你請我吃飯 叫你請他吃飯 他叫我請他吃飯 而且大家有條件喔 你找氣氛好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不太喜 他說吃什麼都好 可是我要有景觀的 然後我想要就是環境要好一點 我想說吃什麼都好 要有景觀 那一定就是貴了嘛 那可是我會覺得說 不是錢的問題是 你叫我請你吃飯 其實不一定 因為椰子樹上面有椰子汁 景觀也很好啊 可是我就會不想啦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就是 會推脫啊 我就後來到他生日那天 他前一天問我說 你有訂餐廳嗎 我就說我很忙喔 帶小孩 這時候我們小孩是最好擋箭牌 我就說小孩沒人過 就把他推掉 一直到前幾天又打給我 他又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跟我去吃飯 我想說很煩 一直要找我去吃飯 我就說我沒有空耶 他就講說去中壢啦 然後就說也太遠了吧 他就說不會啊 你就坐那個高鐵 坐著再轉計程車 他不然載你 他就要我自己 跟他去吃飯去中壢耶 那為什麼他姿態擺那麼高呢 就攀岸賽事啊 覺得自己很帥 沒有帥啊 只是他條件很好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這麼辛苦要照顧你女兒 你找一個條件好的 我表弟真的還不錯 那聽說還有很年輕的人 還有一個是小我十四歲 我一直在算 十四歲 這真幼稚耶 小你十四歲 可以做我好生啊 對呢 就要殘害民族 十四歲就可以當我啦 你看了減十四歲 眼睛都減起來 沒有 我全都閃起來 我真的好痛 這個也是很... 這也沒辦法吧 也是認罪一兩年 然後就是我一直跟他講說 你喜歡我 可是我如果再無知一點 我可以生他啊 只要MC來 其實女生十二三歲 十四歲也可以生得起 十四歲 我就覺得我可以生他 因為他就說 他覺得我的外型很漂亮 然後他講說 他其實很喜歡我女兒 我說幹嘛 你要等我女兒十五年 我一開始還錯覺 覺得可能是喜歡我女兒 然後我就說娃娃親嘛 因為他條件非常好 他比五金的又更好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這差我太多沒辦法接受 因為他說 其實他看我的 體力很好呢 這不是這個問題 太小了啦 娃娃大姐坐 經過一天 然後就是他就會跟我講說 他看我的外在 我是他喜歡的類型 然後他又透過 就是他會看節目 就覺得我的口條各方面好 那他現在因為他們家就是有 下面都是妹妹 只有他一個是獨子 所以他要扛家裡的事業 對 他跟我講說 他覺得我很適合的原因 是因為他就看到我已經生養一個孩子 照顧得很好 他就覺得說 那教育方面應該沒問題 然後他看我就是口條 各方面跟思想 他覺得很適合來幫助他 一起輔助家裡的事業 可是我還是沒有辦法 其實現在這樣想很多 會想很多 因為曾經受過了傷害 那現在對於我而言 我反而是比較喜歡有 自己的me time的時間 獨處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我都還沒有準備好了 我還沒有get ready了 我怎麼去談戀愛 所以我是把重心都放在 我自己的時間跟小孩子 所以你不是一個戀愛腦的女人 我不是 那個凱少林是戀愛腦嗎 我以前是 非常的戀愛腦 我覺得戀愛腦的狀態就是說 會去合理化跟美化 所有你看到的東西 所以就很容易會把王八當王子 真的 王八當王子 然後會把那個就是 家男當成是男神 我之前就是在我很想結婚的時候 朋友介紹了一個建築師給我 然後我還沒有見到他 我只看他照片 他照片是這樣 我還記得是這樣子 然後他眼睛很大 然後看起來就是鼻子很挺這樣子 然後我知道他的條件是 他當年是 我們那個年代 男生拍照是這樣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對 還有這樣 都是這樣這個角度 然後 我知道他的條件以後 就是他那時候是 我知道他是第一名考上建築師 而且第一次就考上 哇 很厲害 然後他是建築師世家 然後家裡在台北跟新竹的 蛋黃地區有很多的房子 然後他其實長得也不錯 然後但是他就是有那種 攀安在世的那種感覺 又是攀安在世 真的很多蠻生的 然後因為我在跟他見面以前 我跟他聊天 其實我覺得戀愛腦女生很恐怖 現在網路交友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跟他聊幾句 你還沒有見到他之前 你就已經決定 你要喜歡這個人了 喜歡像是一個開關喔 就是我決定我要喜歡你 而不是像我們以前慢慢交往 那個喜歡是越來越多 然後循序漸進的 那男生就是 他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這個人沒有缺點 唯一的缺點就是 我很臭屁 但是我覺得 我就是有條件臭屁 他就這樣跟我講 那因為我很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需要把握的對象 可是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其實跟照片不太一樣 他腫三倍了 腫三倍 就是這膨脹 因為可能健康師 健康師可能每天都在應酬 就會很胖 就是容易 就是喝酒喝太多 然後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他本來照片是這樣 他本來是很帥 然後看起來是大隻的 然後可是我就是眼裡的 他很奇怪 都是照片中的他 就是我把他看成照片中的他 然後我不覺得他變胖 有感情 我很嚴重 我非常嚴重 真的真的 然後他有跟他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有那種粉紅泡泡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 他還帶我去看他自己 因為他是豪宅 他在竹北就是 就是有幾間豪宅 就是他設計的豪宅 那我就看的時候 我就幻想說 我以後如果住在這邊 有多少 就是那個都是我自己腦補出來的 對方其實根本沒有要認真的 跟我交往 因為我們大概 他其實有在考慮我 可是其實我們大概就是一個月 見面一次 然後我如果想要多見他 他就說他很忙 我就想說他真的很忙 因為他這麼有 就是案子這麼多 然後這麼有名 要參加很多建築師的活動 可是後來有一次 我就是去饒河街 就是去算命 就被一個攤子就是叫下來 然後就跟我說 小姐你現在在考慮的男生 有其他的對象 然後我就是很喊名 你知道嗎 那個男生已經有 然後我就問那個男生 我就說你是不是有 除了我之外 其實你還有在看很多對象 他就愣住 他說誰跟你說的 我說 孫領的跟我說 很厲害 那男生承認了 他說 對啊 就是 他說女生對我來說 就像砧板上的肉 我不知道要切哪一塊 我聽了 我說天啊 我變成肉了 我就覺得我很難過 後來我就決定說 那我不要再跟這個男生有任何的往來 太可惡講這種話 後來我去查 就是我 我雖然不再跟他聯絡 可是我還是會想要知道 我就是因為我天蠍做偵探 我就去找到這個男生 在那陣子到底有做過什麼事情 其實他在跟我就是 保持那種曖昧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在跟一個年紀 比我小十歲的女生交往 他其實不是沒有空 他是不想把時間花在我身上 但是他又 他又覺得說年輕的女生 有時候不成熟 然後跟我聊聊天 好像也不錯 請教一下 戀愛腦的女生多不多 我覺得那滿多的 很多喔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女生比較感性 然後女生在投入愛情的 那一刻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毫無保留 不會想太多 可是我覺得男生是屬於比較理性腦 所以男生可能會從 很多客觀的條件去評估說 我有沒有 就是我要不要繼續跟你在一起 對 那我們女生其實真的不會想太多 就很容易聊了 那你那個凱善琳為什麼說 戀愛腦之後會變成仇恨 因為你就醒啦 因為之前一直忍 就是不停地忍 然後就覺得說 他跟你說什麼你都接受 然後當你那關係一切斷了 然後你通過那個 熬過那個就是療傷期之後 你回去想每一段 你都覺得都是不對的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就會超討厭他的 然後就就是充滿仇恨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